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慢慢变成 伴随着大量的人们显示在荧幕上 他们都曾经看过红色房间死亡的人们 名单最后一行写着自己的名字 预示了自己的死亡 那么这则都市传说不是我创作的 也不是我自己遇到的 以下以我来代称笔者 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 这是一个网路上流传的传说 每当你打开网页时 会额外出现一个广告视窗 平常没有人会理会这样的广告视窗 但是 据说有个市绝对不能关在广告视窗 红色的房间 这个谣言是一位刚迷上网页同学说的 你听过这样的谣言吗 有一个广告视窗是绝对不能关掉的 绝对不能关掉 什么意思 那话他会收钱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好 听人家说 关掉那个广告视窗 就会被杀 会被谁杀 你真喜欢那些不知狼狱去卖的谣言 现在那些散播的谣言家伙 这样暗爽吧 你就听到最后嘛 你知道什么TTS吧 嗯 知道啊 在电脑输入文字后 电脑会发出声音来念吧 没错 就是那个 听说他还发出没有高低起伏的声音 说着 你喜欢 吗 完全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很有趣吗 他闪烁着眼睛 活灵活现地继续说着 听到这个谣言后 我想说 把他变写小说的题材 可是啊 这里都没跳出这个广告视窗 你呀 好了好了 反正我今天闲着也闲着 就帮你找找看 你说的那个广告网页吧 外头已经是傍晚了 整个城市 反映出红与黑的对照 不愧是我好朋友 找到立刻打电话给我 说着 他就挥挥手 快不得回家去了 当我回到家里时 天色已经一片黑暗了 开始吧 我开始搜集各式各样的情报 实践一分一秒过去 整个房间 就只剩时钟 和暗滑鼠的声音 忽然 电脑的左上角 显示出了一个红色广告视窗 哈 真的假的 没有高低起伏的声音 打破了房间的沉默 如谣言所说的一样 深喉色背景里写着一句 你喜欢 吗 仔细一看 这广告网页中间 还有一条黑色线 到底什么 反正现在有朋友好了 没人接 不管想多久 都没有人接 怎么可能不在家啊 平常他都在的啊 可是说真的 与其说是业者的广告 不如说是有人在恶搞 毕竟最大的谣言 就关闭这个广告网页会被杀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应该是 不会吧 应该是有人听着谣言 在乱恶作剧 反正听着谣言 而恶作剧的人多的是 那关掉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难道我真的会被杀死不成 试试看好了 于是我关掉了视窗 电脑再次显示广告网页 哈 哈哈哈哈 与其说关掉会被杀 不如说是关不掉 果然是恶作剧 正当我放松下来时 黑线右边文字出现 红 哎 为什么没在关闭网页了 电脑上的广告网页 一直被关闭 文字从黑线右边 渐渐地出现 这时 电脑显示出红色被剪视窗 并且写着很多人名字的名单 这 到底什么 这些都是人名 我同学的名字 显示在最后面 不管怎样 必须赶快关机 我第一个敢说着 危险就在我身边了 于是我把插头拔掉 强制关机 但是 已经来不及了 你看新闻了吗 什么新闻啊 隔壁班 有两个同学自杀了 真的假的 听说是割井都卖自杀的 整个坊间都被鲜血染的血红 故事已经结束啰 爱得为不时分享一些都市传说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帮我一下喜欢片段分享出去 别想从而没人订阅 得把我猜得地我们下见啰 拜拜 by bwd6